25年来最恐怖的摇晃 今天早上7点58分 摇起来的时候 您在哪里 镇央所在的花莲灾情最惨 高楼层的大楼倾斜了 甚至还有大楼软角 二楼变一楼 更严重的是 整个花莲连外北上的铁公路 全部中断 也因此延误了救灾 再来看看台北盆地 盆地效应影响之下 台北101附近几十层楼高的掉壁 你看这个画面 被等红灯的民众众目奎格之下 给它拍下来 你看这个画面 这么重的一个悬壁的吊杆 就这么摘下来 他们等红灯 他们目击的这一切还好 要是绿灯放行过去 那还得了 而综合高架捷运 发生了良筑错位 一整天惊魂还没完 专家提醒我们 可能还有规模7的这个余震 专家提醒注意台湾的西南角 从嘉义到台南 下一个能量释放的警戒区 我们还有多少要注意的 事实上今天早上这样一个 天摇地动的状况 也被认为说 从这个上一次921地震以来 台湾所经历过最大的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地震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在花莲近海发生这个 所谓的7.2的这个地震 导致到好多地方都传出灾情 像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花莲的这个所谓天王星的大楼 事实上由民众直接拍下 它倒塌的瞬间 你看原来在车子里面的民众 赶快都逃出来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不知道等一下下一个 会不会旁边的换他的大楼 给倒了 结果现在这一栋大楼 目前大概维持 大概60度到70度左右 这样一个倾斜的状态 而且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有这个民众受困在里面你知道 到目前为止 至少说救出了22人左右 但是搜救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在我们这个录影的时候 都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现场15层楼高 结果就因为一楼颓软倒下来之后 整个倾斜 我们希望一个一个要救出来 不要有人任何人员的伤亡 还没完 这样在花莲 花莲灾情最惨 还有一个软角的是 这一栋早午餐的这个楼房 这怎么回事 那这个是位在这个花莲北冰街 它是一个独栋的这样一个建筑 但是因为它的一楼 是在做这个所谓的早午餐 结果大家就发现到说 你从这个画面再看过去的时候 你看到了 你现在看到的一楼 其实是原来的二楼 它整个一楼全部被往下压了 那个招牌全部都掉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 讲说天啊 会不会有人埋在里面 而且你做早午餐 基本上那个时候 可能已经营业了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据说这个老板 有在这个所谓社群软体上面 报表 但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就民众在第一时间赶快想着办法 说把里面的人先找出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次 这个地震的灾害里面 包含到什么 以前很多人都讲说 花莲人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因为只要每次一有地震或干嘛 就会引发陆基的这个会崩塌 甚至这个山崩的情况 你在这一次看到了 这个是在清水隧道的这一块里面 居然大量的落石 从这个地方进来 结果造成它在 你可以看到在大清水的 这个隧道的外面的这一段 基本上陆基已经整个流失了 而且当时在隧道北端的时候 还有什么你知道 还有落石直接砸下来的时候 砸到车子 结果就按照目前这个媒体 所掌握的讯息 是因为有砸到这个连接车 你刚刚看到那个 整个驾驶座的部分 被巨石这样砸下来的时候 那现在那个司机 疑似就是说 可能已经在当场的时候 就生命上面就受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从这一张编波的 这个土石滑落的这个照片 你都可以再看得到是 当时在台九线就是苏花公路 这个崇德的这个路段里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整个扬城起来 就是因为山崩吗 对 其实就是因为大量的土石 整个都滑落下你知道 你看离那么远的车子 都不敢再往前走 因为那整个那个滑落 你可以看到 那个已经好几层楼 这样高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到底滑落了多少的这个巨石 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为止 看来这一段的这个交通 应该都已经是中断了 包含到你知道吗 像花莲绣林乡 我们其实讲到花莲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它的山势很漂亮 然后景色很优美 可是每一次地震的时候 它只要一造成这种 所谓土石滑落 像这个所谓追路古道这里 也有三名的这个登山客 现在传出来讲说 遭到落石杂众 那现在那个抢救人员 事实上也都想尽办法 要把这些 这个所谓的受伤或受困的人 在第一时间内 赶快抢救出来 这个致命的小河 我不想做这个连结 但观众朋友 三年前的昨天4月2号 就是泰鲁阁 在那个隧道里面出示 大家翻不过去的那一夜 三年之后 居然在这么好山海水花莲 发生了规模7.2的强震 你不要以为是震阳所在的花莲 居然台北盆地 今天早上晃得不得了一侧 震度5级 怎么会这么严重 而且其实像我住的大楼 我是住在12楼 那个摇晃就非常非常严重 你知道 那你想想看楼越高 可能摇晃的程度越强烈 结果民众拍下来在双北里面 原先大家认为说我住这个大楼 顶楼如果有游泳池 应该是很漂亮 结果没有想到地震一摇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 整个像瀑布一样 整片这样子滑下来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天哪 这一次的地震的这个急速这么大 会不会对台北的建筑物 产生实质上的伤害 这就回到的是 其实在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包含到北捷 或者是我们像新北环状线这些 立刻就宣布说他们要列车要先提醒 但是这个画面 就让民众非常惊悚 这个画面还蛮可怕的 我们往后退一下 在这个地方看得更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整个高架的捷运 我们很少看到你看 它已经分开了 已经挫置了 是 其实民众拍下这个时候 会觉得非常担心 因为我的轨道基本上 它应该是每一段都接得非常的紧密 结果求证与这个相关单位的时候 他们的说法是说 在这条环状线上面有一些 是采用所谓的离心柱的 这样一个设置的方式 但是他说还要再去查 可是我就讲 你到底哪些地方是用离心的设计 这个也可以 对 这个也都可以去查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担忧讲说 天啊 我们比如说像这个 所谓的捷运的部分是 双北的民众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经常会要去搭的 结果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开始陆陆续续 有一些这个暂停营运 将近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样的状况 可是你看大家摇晃成这个样子 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赶快说明清楚的话 当然会让民众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 就在那个环状的高架的 新北那个捷运 到了一半通通被赶下车 你不就好理教授 大家平安没事 你可以看到他们被请下车之后 赫然才发现原来 他是梁柱错位了 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还没完 开车上路的 也明显感受到桥上的摇晃 其实我们平常有在开车都知道 所以地震发生的当下 如果你在外面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 通常很难感受到地震 但是你现在画面上面的时候 所有的车子赶快紧急刹车 你就知道那个当时摇晃的程度有 左边那个游览车晃成那个样子 而且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这个画面是一直在播 我们并不是在重复回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将近一分钟 这样一个长期这个摇晃的过程 让所有人都非常害怕 但是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你如果真正遇到这个地震的时候 你如果正在开车当中这样 尽量要避免紧急刹车这种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一紧急刹车的时候 其实后方的其实不知道 它应变的时间其实太少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那样成车祸 所以交通单位也都提醒大家就说 如果你今天遇到这种地震 你这很害怕的时候 先把你的车速放缓 然后把车辆往旁边去停 不要立刻踩这个刹车 但我就讲 其实你看整个的这个所谓 这个高架桥的部分不是这样晃动吗 我跟你讲平面的部分也没有特别好 在新北新殿安泰路这边 居然发现到那个已经有一个社区 它的地基整个突然被掏空 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看原先看到这边 其实都应该是平面 结果现在连那个车子 都掉到下面去你知道 总共有10台汽车 还有14辆的这个机车掉落下去 现场当地的部分 其实是疏散了13个人 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的地基 能不能再继续让大家住在那个 你看那个车子整个都埋在里面了 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担心讲说 我们有没有一些的地方 是这种所谓的地基已经开始荒动 而且不只是这样 像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我到山上去 你知道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也有登山客 他们刚好在玉山登顶 那还得了今天晃成这样 他们还好吗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 应该是没什么事 因为中央山脉那么高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他们抱着那个玉山的 你登顶完了之后 上面不是应该 如果有一个玉山标高多少 他们就抱着那个杯你知道吗 你听不看那身体在晃 是整个在晃 你想想看 连在玉山上面都晃成这个样子 而且游客都一直喊说 真的要吓死 真的要吓死 所以我就想大自然的力量 其实有时候真的发挥起来的时候 会真的让人家非常非常震惊 今天知其然要知所以然 我为大家邀请到是 台式大地科系系主任 陈慧轩主任 主任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 今天地震又在花莲 大家也想到说花莲不意外 意外的是怎么这么剧烈的晃动 要不是晃到双北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又地震而已 没想到这次真的被晃到 全台湾都打了个寒战 今天正央所在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 1951年撼动整个花东纵谷 很多断层断的 1951的花莲台东地震序列 地震序列在这个图上的位置 其实就是空心的信号 大家可以看到空心的信号其实很多 那其实是因为1951年 它在一个半月 整个花东纵谷从花莲外海 差不多是这个正央区域 它有三个规模期的地震 在两天内发生完之后 一个半月内 其实在其他断层断 包含了池上断层断 然后玉里断层 还有一个台东 没有出漏地表的台东的构造线 它其实总共有12个地震 那有大于规模期的就有四个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地震它不会是一个单独的存在 今天地震完关门之后 后面大家可以太平过日子 没有 它诱发了12次的大小强震 是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问说 一个地震有没有周期 那事实上一个地震 如果对应到特定段层段 还有它的长跟宽 它的错动的话 那它确实应该有它的周期 但很不幸的这个周期 有时候会被拉长 有时候会被缩短 那什么样的状况 它会被拉长或缩短呢 就是邻近的地震发生了 那它就调整了整个周遭的 硬力的状态 所以我本来要等100年才发生 你调整了我的门槛 我可能很快就打到 这个破裂的门槛 现在要担心的是 在这次地震完之后 有没有可能触发了 过去不活跃的断层段 那过去不活跃的断层段 如果大家从图上 大概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就是在 纵谷断层 比较北断的这边 对 它这边大概就是过去 至少从2000年以来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 是 可是也不代表其他区域 它有没有就是中等规模 以上的地震 它会被触发 其实整个台湾 只要这么大的规模发生了 其实余震的触发 其实有可能在 不同的断层系统 是 所以如果问题是 西部的断层 有没有可能被触发 当然是有可能 谢谢主任 今天还有一件 我百思不得其解 任俊男告诉我们 你知道8点 7点58我在干嘛 我跟我女儿 躲到了那个餐桌下面 结果呢 撑撑撑到还在晃的时候 她手机响了 警报响了 那是余震 我的警报 死不响 我就在想说 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甚至手机都已经告诉我 人家都发海啸警报了 台北市民 为什么我旁边那个 小女生收到了警报 我却没收到警报 这件事情不是太诡异了吗 所以这一次 所谓的国家级的警报 理论上面来讲 应该在地震发生 或者是发生之后 你要立刻要能够收到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 7点58分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没有收到 连我自己都没有收到 所以大家现在就很好奇 讲说是不是它的系统当机 结果现在查起来 就发现到在双北等六个县市 其实它原先的实际的阵度 是达到四级以上 不过我们所谓的国家级警报 它其实前面要有一个 前置的预判作业 也就是它在预判的过程当中 它认为说 其实会达到四级以上 它的整个的警报 才会发布出去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可能是在设定上面 原来预判 认为说它会在四级以下 导致这六个县市的地方 没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 我就要到没名字了 你居然没有警报 而且后来去问了一下 那个气象署 给一个说法说 因为我们研判只有规模 这个6.8 你就真的分开了 6.8好像只有 所以现在大家就必须要回来 就是检讨说 这整个的系统里面 到底如果今天是 这个所谓的警报的部分 你的灵敏跟你的设置的部分 你到底要如何去做 可是刚刚俊相也提到 其实在这一次台湾发生地震 居然连日本 菲律宾 跟中国大陆 都接连发布 这个所谓的海啸警报 因为这个地格的变动 而且我看到 其实媒体的报道是讲说 他们甚至有侦测 到有30公分左右的 这个浪高的出现 甚至连BBC 也针对台湾地区 做成台湾的地震 做出相关的报道 而且你知道 离我们最近的日本 我刚刚讲说 比如在冲绳 宫谷这边 他们都有发布 所谓的海啸的 这样的一个警报 事实上在日本的 这个社区媒体上面 你会发现 他的推特的趋势排行榜 前20名几乎都被地震相关 而且你知道 最多的这个关键 是台湾地震 台湾大丈夫 台湾大丈夫 台湾没事没事 甚至还有这个日本的朋友 他讲说之前 这能登半岛的时候 那个出事前的时候 台湾也都捐钱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一起强证 你看到很多在 双北人口密集的所在 多少惊险的画面 是由上班族 塞在等红灯的路上 拍下来的 台北101附近 几十层楼高的建筑 那个掉臂 直接坠下来 现场尖叫声四起 别忘了 全台湾三十六条断层带 台北脚下 任何一条断层 伸懒腰 几百万人 吃不完兜着走啊 今天花莲大地震 全台都被震惊到了 是 但是花莲大地震之后 我要跟大家讲 除了花莲东部地区之外 中部 南部 北部 都要严正以待 整个西半部地区啊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恐怖的数据 来大家看一下 导播来看一下这张水灶圈 是 这是过去 12次超过规模6以上的地震 包括这一次7.2 是 6以上地震12次 都在这里了 除了2017年2月11号 在高雄发生之外 后面11次全部都在花洞 全部都在花洞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会不会北部 中部 南部 冷量蓄积已久 它也会发生大地震 好 不是空国无平 各位 这张图是 台湾地震科学资料中心 调查研究出来的 全台湾地震几率表 50年内发生地震几率 各位看 花莲规模大约6.5% 50% 一半机会 6.7% 7% 31% 这都实现了 对 实现了 好 这个50 50 50都实现了 各位看南部 82 80 82 80都还没实现了 这个多危险啊 好 最恐怖的这个 台北 规模大约6.5%的时候 14%的几率 马老师 14嘛 不高嘛 各位要知道三件事情 第一个 大台北地区这个盆地 盆地它摇起来 特别恐怖 第二个 大台北超过700万人 全台湾三分之二人在那边 如果摇6.5%以上 那非常恐怖 第三个 大台北地区土地 异化得非常严重 所以如果在大台北 发生规模6.5%的 44%的几率 那会天翻地覆的灾难 去年年初逝林 正央在逝林 老师当时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要盯着这件事情 台北变沼泽 真的噩梦会发生吗 我告诉你 地震三 台湾地震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 板块 对 第二个 断层 第三个 火山 火山 对 三个 好 花莲这一次 就是板块运动造成的 我告诉各位 大台北地区 两个恐怖的死亡线 千万不能发生 哪两个 第一个 一个三角断层 整个横跨过 大台北地区 三角断层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在三角断层上面 就在上面 对看这个地方 这是哪里 大屯山火山 如果这个三角断层一动 发生不要6.5 6.4 或六级以上的地步 那就不得了 台北是天摇地动 为什么 第一个 它是盆地 盆地效应 那一摇起来 是不得了的 一缸子水在里面晃 对 一缸子水在里面晃 这是第一个原因 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本来是个湖 后来因为水断了之后 它慢慢沉淀成盆地 是 它如果一个六级地震 它会陷落 不是我讲的 是前气象局地震中心 主任陈国昌讲的 它这一地方会陷落下去 一陷落下去 台北市有一部分变成沼泽 都泡水了 对 都泡水了 是 好 你说马老师 你不相信我跟大家讲 你看 这次花莲地震这么严重 对 台北市除了花莲之外 受灾最重要的机关是台北市 震度是5级 对 好 我跟大家讲 2002年331大地震 对 也是很结局 3月31大地震 对 那次它规模是6.8级 也是在花莲外海 然后台北震度跟这次一模一样 5级 它的释放能量只有9216分之一 6分之一 结果各位看一下 331大地震 台北市有多严重 是 你看台北是晃得 是除了花莲之外 全台湾晃得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其实你讲到这个 我噩梦又来了 331那一次我还在采访 对 台北101还没有盖好封顶 顶楼的那一根吊杆 啪 就这样子插下来 你看它从56楼 它盖了56楼 好可怕 从56楼大吊被吊下来 是 然后砸到汽车 还记得出人命 砸到上面有汽车 一个百分之一砸到 所以你看 这是331 331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效益 去年 1月2月 四邻北投天母都地震 阵阳就在那 阵阳在那 而且阵度是2 规模2.4 那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 我告诉你 北投天母 居然有出现规模4.6 阵度是 从来没这么大地震过 所以 三角断层千万不能动 大屯山千万不能动 大台北超过700万人 最危险的 就要看这两个定时炸弹 绝对不能丢爆 好 我们今天听马老师讲到这个地方 台北盆地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 继续我为大家 在节目当中 在我们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地震气候专家 汪中和教授 汪教授在现场 教授您好 你说今天大家一起感受到的 花莲强震双北震的七荤八素 你有两个中固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你说强震只会越来越剧烈 为什么呢 七号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不只是极端的天气 还有平面的上升 它其实也让我们地壳 火山地震的频率日渐增高 因为暖化让我们地球 三分两秒都在累积 才能辐射到我们地表的能量 现在地壳已经把太阳辐射到地表的能量 累积得非常的庞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暖化现在的确对我们全球的 地震火山都带来影响 以地震来说 我们观测到从1973年 一直到我们刚刚过去的2023年 我们全球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 它发生的次数 其实一直不断的随着暖化 能量的累积而持续的增高 以这张图来说 我们看到从1973年到1989年 平均每一年发生规模7以上的 强烈地震大概是11.8个 从1990年到2008年期间 已经升高到了14.7个 从2009年到我们刚刚过去的2023年 强烈地震已经提升到了每一年16.2个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的趋势 告诉我们说地壳能量不断的累积 确实让全球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 还有它带来的影响越来越高 地壳的延时圈对我们台湾来说 地震频率越来越高 它带来的风险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好 老师您告诉我们这个数字非常清楚 规模7以上的强震 从11.8每年到14.7每年到16.2每年 到20个每年 哇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在攀升的 回到台湾 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呢 以台湾长期的观测来说 我们每一个月因为板块的挤压 平均我们会发生有感地震次数 也就是规模大概在2以上的这些地震 平均一个月我们会经历55次 这是我们的正常 当挤压的能量能够正常的疏解 我们发生大地震的这种几率 就会降低 累积能量要抒发的时候 当这个有感地震抒发的不够 我们就会用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震 把它输解出去 那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甲仙地震 还有雾台地震 南投地震 美农地震 以及2018年的花莲地震 那最近就是在2022年9月的 池上玉里地震 那都是板块挤压 然后长期累积能量 最后我们用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震 把它的能量抒发出去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图上面那个浅绿色的部分 就是从2018年9月 一直到2024年3月 我们的地震活动的次数 一直额外的偏低 纵然有了2022年的池上玉里地震的疏解 可是仍然还不够 因此这么累积的能量终于触发了 我们在今年4月3号花莲所发生的规模7以上 然后会造成强烈影响的这种可怕地震 我们认为说当台湾板块挤压的时候 不单是这个东部地区地震的风险很高 我们的西部地带更是需要格外的注意 同时的线条就是发生强烈地震 而且是规模7以上的 是非常明显 那这种强烈的地震 我们看到在图上面 它把它标示的有7个地方 其中有4个在我们的花冬地区 那现在花冬地区在2022年跟今年都已经发生了强烈地震 因此它的风险基本上已经开始降低了 可是我们的西部还有三个地震 会发生这个规模7以上 造成非常可怕破坏的这种危险地带 到目前为止它都还没有抒发它的地震 因此我们认为说 这是要格外强烈的去防范的一个高风险地带 那地震是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一个宿命 我们不需要害怕地震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后学习好面对地震的功课 保龄两死中毒案件 观众朋友 今天最新的发展是又一名重症的被害人出现了 这是3月21号前往用餐的一名女性的消费者 甘指数已经飙破1000 情况其实非常的危急 隔这么多天为什么发展的这么迅猛呢 我们回到证据本身 在厨师的手上验出了米酵酸菌 这是最关键的证据 给它巩固住之后 接下来还插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这个产生毒素的唐昌普博克氏菌怎么来的 我们这样说老天有眼 厨师手上那个毒素是 你不是那么容易洗得干净的 留下来变成了关键证据 再来这就更加深了外界对于你灭证的怀疑了 24号台北市卫生局上门灭证ING 26号卫福部上门灭证完毕 难怪会上演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他就验得到你的35根食材就通通没有毒 我们就问中央你采样慢半拍 你要找毒素的标准品状况外 到底是谁慢吞吞啊 是 像这个保龄查识案 其实这个案例还是在持续增加当中 现在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 其实台北市有公布遗例 这位是21岁的女子 她在3月21号的时候到保龄查识去吃 结果后来发现她自己有上吐下泄 腹泄一个情况 后来就医之后肝指数标破千 那现在医院在评估说 到底要不要有换肝的一个情况 但目前看起来情况都还在掌握当中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问题就是说现在卫福部 中央开始要兵分二路去搜 到底能不能找到所谓的菌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毒 那有没有菌是个重点问题 所以就是说他们28号的时候 到了这个保龄查识的 包括餐厅里面的厨房 跟其他的一些环境里面 去做了环境的裁检 从像砧板 剪刀 甚至冰箱以及层架 当中去搜查 有没有所谓的米酵菌酸的一个情形 但目前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 我刚刚讲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是到了餐厅去 另外一路是到了这个 湖姓的厨师家 因为厨师他不是手上被检验出 他手上也有米酵菌酸吗 现在问题是他回家之后 会不会碰所有的这些 包括门把或是水壶或是床 或是他洗脸的一些洗脸台等等 这些东西要不要做些裁检 所以裁检的目的 其实只有很简单一个 到底这个毒素是从他家带过来的 还是这个毒素是因为在厨房 你放过桶 你放坏掉之身的毒素 电培养米从这里造成的 要知道毒素从哪里来 对 像大家要找出那个原因在哪里 那个锥根的溯源在哪里 所以现在变成说大家都在猜 如果今天厨师上验出有的话 那会不会其他食材 就是他接触过食材 其他食材会不会出现呢 结果新函兵就觉得说 怪怪的 为什么 你包括了这个手上有 可是他去验的其他食材 包括像这个高丽菜 或是像那些香菇上面 统统都没有 他怀疑是不是 第一个有可能被吃掉 那再来有没有可能是商家灭证 这也是一个调查的方向 我讲到昨天其实台大法医的研究所的 这个所长就出来讲 他说其实那个他的手 就是厨师的手 等于是间接碰触到 那碰触到的话 可能是果条才是最直接的证据 但问题是像果条不见了 所以大家才说 会不会像是冰箱上面 也会残留一些所谓的菌在上面 像大家要抽丝剥茧 往几个方向去调查 那现在法医高大臣他也说 他说代班厨师 其实他可能知道的东西不止一项 他可能还知道说 他哪些东西会有问题 这是他怀疑推论的地方 他说如果你事前没有发现 有中毒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洗手 就是菌还是残留在手上 所以他觉得疑点重重 所以像他 所以某可能是根本他状况外 老板也什么都没告诉他 他不是讲那句话吗 老板有什么我就煮什么 以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 所以他手也没有洗得特别干净 特别用力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有剧毒 所以像大家就怀疑 才说如果你手上有话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米孝菌 他在手上的存活率 他可以活到非常久 没有期限的 他在人体大概只能活102个小时 但是在他环境当中 自然的环境当中 他可以活到天长地久 所以就变成说 那这样的菌 它是从哪里感染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追这个术源吗 那现在包括很多医师都分析说 那包括像一些食材上的细菌污染 会不会才发生这些毒素的一个致命原因 但问题是这些东西 现在在哪里 是不是被灭震了 现在要去追吗 我们先把时间轴拉给你 今天接下来旺哲要告诉大家的 很简单的两个时间 一个是3月24号 一个3月26号 24号发生什么事呢 也就是该吃的都吃下肚了 陆续发病 第一个来查的上门的是谁 台北市卫生局 他们因此去查你的手 去查你的砧板 去查你的刀子 就带回去化验了 两天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团队上门的 是谁呢 是我们卫福部的食药署的人就来采 采了什么 采了35样的食材 最后他们告诉你 食材都没有毒素 好了 这边早一点 早两天来的验出毒了 晚两天来的 没有查出毒素 这说明什么 来 时间轴清清楚楚在这里 是啊 我真的觉得台北市政府 好显他反应够快 他24号的时候先去环境 先去那个餐厅里面 先去搜查了一遍 先搜集了一遍 有可能感染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下其实台北市 后来不是验出来 目标直指所谓的米酵菌酸 可是那两天之后 卫福部食药署过去验的时候 他们采集了35样的食材 都没有发现 那通通都是阴性 我跟讲 各位不要轻忽这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时间有可能就被灭震了 有可能就被打扫干净了 所以你在食药署的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说28号的时候 他在做环境的采检 包括所谓的一些冰箱等等 所以也没有查到 所以我可能就怀疑说 包括卫福部的食药署 是不是慢慢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这个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一个逻辑 你看人家3月24号 先来该采的采回去 结果都不知道 两天之后你也来采回去 结果你告诉我 食材都没有毒 没有毒你才讲完 就在昨天 采回去这个东西 刚刚满好七天 刚满好七天直接告诉你 我验出毒了 我Bingo了 说明什么 北市去得早 他常常抓得到证据 你去得晚 人家都灭证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张雨萱他之前有做过在料理界打过工 然后他有说 他去看了那个照片 其实大家朋友可以看到新闻画面的一些照片 或影片 当下那些厨房是非常干净 他觉得不合逻辑 如果当时 如果当下第一时间去裁剪的话 坦白讲 他应该是杂乱的 甚至你可能酱料什么这些 倒是四散 这是有可能 可是我们的政府慢了半拍 就给他们一个时间轴 一个空档时间去做整理 所以你看 包括他的厨房非常干净 该归位的都有归位 然后那个厨具什么之类 看起来都擦得非常干净 那等于就是被灭证了 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央慢半拍就导致目前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当然怎么查都查不到 好 最后一句这是重点了 所以玉敏 如果因为中央慢半拍 给了他们灭证的一个空窗期的话 中央未免也要50大半 而这个餐厅未免也太可恶了吧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现在那个餐厅的画面出来 这个餐厅其实晚了几天 他就有几天的时间来作业 所以就是说把它清得相当干净 把一些他自己认为有可能导致中毒的这些菜 通通丢掉 然后赶快把这些东西清干净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难怪这个慢了好几天的食药署去 你采这些食材都没有用 因为有问题的老早就丢掉了 有一部分是吃掉 有一部分就是丢掉了 他怎么会留着证据在那边让你好几天政府部门来的人 然后再当成证据说你这个有问题 然后就扣上说你这个有问题的帽子 他不可能 他一定是会去做一些灭证的动作 一定会这样子做 但是他摆秘书 他就忘记了这个厨师他的手 就是说手他去摸这些食材 那加上这个米酵菌酸 他残留的时间其实会比较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够机灵 就是他们第一时间3月24号 他就赶快他连这个厨师的手都没有放过 就是赶快先踩 所以你看他现在比对出来 蒋花恩就说了一句 这个保龄你跑不掉 因为其实厨师的手有 就表示说案发的第一现场 就是在这个餐厅 因为之前大家还做很多的揣摩揣测 就说因为食药署出来的是食材业不到 你怎么去推论说这家餐厅你有问题 对 你食药署给出那个讯号弹跟那个风向 一副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案子会变成悬案 对 不可以是悬案 我们在这个未还委员会的时候 委员就要求 这个案子绝对不可以变成悬案 为什么 因为这影响太大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他米酵菌酸 今天赶快改名吗 他现在改名叫做邦克裂酸 为什么 因为米很多这个做硅压屌的 米制品的 通常都倒霉 今天嘉义县这些做木耳的 这些木耳农也通常都出来抗议了 因为生意大幅的滑落 没有人敢吃 所以他现在只好透过改名 想要就是说把这个风波稍微缓一下 但是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找出原因 我们在未还委员会里面去问这个 卫福部说 我就问部长 你多久可以把原因查出来 不敢讲 没有把握 没有时间表 就是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中央的这一个 查验的这个能力 其实跟地方政府比起来 没有比较高明 那你是中央 你拥有最多的资源 最好的资源 结果你连标准品都没有 标准品没有 这个食肖署署长还说 这个好不容易 彰化基督教医院有 他都快哭了 我想是老百姓快哭了吧 就是说我们的中央 对于很多风险的预判跟预估 临近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 老早就有这些案例 结果你通通都没有准备标准品 那现在看起来是地方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真的非常辛苦 讲完每一天开记者会 然后他的人就是被操翻了 结果我们卫福部 我们有正式 其实可以晚上就是听爵士乐 然后可受社会公平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整个中央政府 他们在这件事情追查的力道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到位的 好 明显 所以你看回来 整个视频演变到现在 卫福部的角色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一比大家发现 哇 你这个中央 第一时间口水乱喷 只会讲人家做事慢半拍 结果咧 你采样慢半拍 结果咧 毒品的标准品你状况外 到底是谁状况外 所以卫福部的做法 其实让人家很切心 卫福部一开始不是在查真相 而是在政治操作 早代最羔羊 一连串就在围剿蒋湾 我说蒋湾好像把蒋湾打成 说是保龄的重犯 好 保龄有问题 你蒋湾也有问题 都是你纵容的 你害的 结果是这样子吗 所以一连串 我也不在政治操作的过程中 从那个24号第一时间老讲 就上礼拜天爆发的时候 台北市接获新北市的通知 第一时间去采检的时候 其实有采检相关的激震 所以都好说 包括菜刀 水果刀 砧板 跟厨师手上 厨师手上后来发现有病毒存在 可是那一时间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国载条了 国载条都卖光了 保龄大概两天跟大盘进货 好 那一天如果卖光的时候 为什么查出来手上有那个病菌在 代表你之前 有处理过那个脏东西 第一个有可能灭症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譬如说一般厨师 要煮贵的厨师 咪起来 抓进去 都不会经过道具 不用经过砧板都没有吗 第二个我就还好 台北市终于留了一手 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包括那个卫福部 民党侧议才打蒋湾 说蒋湾处理慢半拍 处理N拍谋财害命之类的 还好蒋湾终于把这些检体 送给台大法医检验所 那如果是真的手上有的话 那环境为什么 你卫福部厌的都没有 所以过程中 你真的中央才是慢半拍 还是整个过程中 被人家灭阵的 所以现在进入那个 司法侦办检调也有介入调查 所以蒋湾老师讲 他把这一步他一直不排除 是人为的因素 如果厨师有的话 厨师手上有 是不是我假设 现在好像大家在柯南办案 从他口袋拿出来 从家里面拿出来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是 他保林里面的厨房 真的有这个环境因素 真的有这个米酵讯砖 那又查出来 你中央到底在哪里 所以一开始 中央的策略就在修理台北市政府 可是老实讲台北市政府也不是说 只有靠你中央修理而已 第一个除了委托台大 法医检验所检验之外 第二个从20号开始 台北市就比照COVID-19 成立专案小组 有讲完每天出来开记者会 解释案情或相关的进度 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而不是像中央一样 每次要找治安办 每次要找戴罪高扬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现在不要让人心惶惶 找出真相才是重要 文物很多人爱收藏 但不管你信或不信 很多你最好只是看一看 太多你没办法解释的 今天老师要带我们来看到 一把军刀的奇幻漂流 老蒋总统的一把军刀 最近要从日本远道而来 要归凡给我们成为 国使馆收藏的珍贵文物 不是什么都能收藏 像军刀 你听过妖刀作乱吗 居然连国使馆都镇不住 到底背后怨念有多深呢 好 这个日本人 雕刻之身的前馆长 陆内信隆 收珍藏的一把中正剑 现在突然决定要 赠送给国使馆 什么是中正剑 中正剑就是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 他会给每一个毕业生 一把中正剑 配剑 配剑 好 我告诉你 国使馆都没有中正剑 对 所以国使馆将来 会把它展出的 但是不要去国使馆看中正剑 因为蒋介石最重要的一把剑 不在国使馆 他最后一把剑是什么呢 在军使馆 就是蒋介石的指挥刀 是 但我问你 他的指挥刀 为什么要放在军使馆 以前放在总统府 对 从总统府调到军使馆去 因为军使馆里面 有一个天下最斜的妖刀 因为那个军使馆 这把妖刀 蒋介石指挥刀 去放在他旁边 去把它镇住 所以因为有妖刀在先 蒋介石这把刀 特别重要的一把就是 镇住这把 各位观众 南京大厨杀你听过吧 南京大厨杀有两个日本军人 是 比赛看谁砍了人头多 其中有一把砍了107个人头 上面都是冤魂 就这把刀 是 导播过来看一下 这个字围让你看 它印什么呢 南京大屠杀107人 107人 真是这把历史上的刀 这把刀总共杀了470人 在百人斩的比赛里面 杀了107人 你想想这把刀 咒院很深 咒院非常深 放了军事馆 第一个他冒清光 他要喝血 第二个 他背后有脚印声跟哀嚎声 所以就派人去给他封印 大法师去给他封印 把他封印了 封印之后 不巧的是 1999年 一个二兵郭庆衡奉命 要清理他 清理他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了 手被刀尖刺破了 这个这把斜刀 一遇到血 沾血 他就复活了吗 封印就被破掉了 这个郭敬和 后来呢 他后来在军事馆 在军事馆里面 杀害了一个高二的女生 在军事馆馆长里面的卫生间 杀害了一个高二女生 他在说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明明就是你杀的 你要为法律负责 他杀的 他杀的 他说自从我的血滴了 他戒上之后 他就在我耳边说 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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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挥我去杀人 2017年一个姓吕的 51岁的男子 去买个大铁锤 居然冲上军事馆二楼 要去敲破那个箱子啊 敲破玻璃柜 敲破玻璃柜 居然把这把刀拿出来 拿出来 我没人敢拦他 你知道他做件什么事情 他冲到总统府的西侧进去 太疯狂 他要干嘛呢 他去 要去杀宪兵 宪子怎么办呢 要把他镇住 再把他镇住 那不是要更大的一个力量 才镇得住他吗 好 要镇住他 就需要一些剑 剑来对剑 第一个 放蒋中正的指挥刀在他旁边 对 刚刚有讲 对 好 第二个 放吉星文的配刀在他旁边 是 你知道为什么放吉星文配刀 为什么是他 日本最讨厌的就是吉星文 我跟你 卢沟桥开第一枪 打第一战的是谁 吉星文 吉星文的配刀 第三个更重要的来了 把29军的军用大刀摆在他旁边 这什么单位 各位如果听过我讲过 29刀 大刀队专门杀日本 杀人是割头的 所以日本人遇到29军在对面的时候 睡觉要拿个钢铁 护住脖子 把头被割掉 好 三把刀把他镇住之外 够了吧 还有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军旗 哦 国徽 镇在他上面 三把刀包围一把国徽 镇在他上面 是 所以 最怨念最深的 诅咒最深的 邪气最深的妖刀 是 在军事馆 被镇住 到今天不敢作乱了 魔镜啊魔镜 这到底背后是谁在这里 三阴风点鬼火 这应该是白雪公主里面的一个台词 没有 你信或不信 这事实上真有魔镜 看他一眼 你会出大事啊 我们刚刚讲了 杀了107人 470人的魔刀 咒怨之先啊 现在跟你讲魔镜 这个魔镜250年 各位观众杀了多少人 是真的他杀的 杀380 不是38人 怎么可能 真的 我告诉你 这个魔镜是1743年 有一个木匠做成的 你知道这木匠做好魔镜以后 送给谁 两天 老医学死亡 老医学生 那就是个人身体啊 个人身体 好 委托他做这个镜子的 是一个建筑商 他送给他太太当生日礼物的 是 好 注意哦 听清楚 刚才我说木匠做好两天死亡 对 就他这个建筑商 他拿去给他太太当生日礼物 他一打开 瞬间死亡 瞬间死亡 对 瞬间死亡 然后 中间就不断地有人 因为这个镜子死亡 我要跟你讲一件 最重要的件事情 就是 有一个博士 他不相信 他决定要把这个魔镜给解开 他就千方百计找到魔镜 就在实验室里面 研究的魔镜 后来助手打开门一看 结果呢 他到这个研究的人 倒在地上死亡 研究的人要用科学 去解答这个谜团 他也死了 所以全世界唯一的一次 不可思议的事情 法国谷玩收藏协会 召开世界国际记者会 是 说这是个魔镜 请大家不要去收藏它 他们认证的魔镜 我告诉你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谷玩收藏协会 跳出来说 不要收藏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会杀人的 但我就问你 怎么可能一而再而三呢 最后就有个博士 他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 开始研究这个魔镜 他把魔镜放那边 关在里面 放小老鼠进去 刚开始好好的 后来小老鼠死一只 死两只 小老鼠也死了 他就发觉到其中奥妙 两点奥妙 第一个 问题在这个镜框 镜框怎么了 这个镜框是一种 酷拉素所做成的 这是什么素 好 这个素 没关系 平常也没事 只要强光照射 强光 太阳光 或者强的灯光 一照射 它会发出有毒气体 这毒气 你一吸进去 血管就破裂 我们讲了魔刀 讲了魔镜 现在要跟大家讲 魔偶 魔偶 玩偶啊 我跟大家讲 真的 我在讲到魔偶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都起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我有点害怕 这个魔偶让你害怕 真的让我害怕 因为我不但不敢看他 我讲他都感到害怕 他怎么了吗 各位看过恰吉 对不对 恰吉宝宝 好凶啊 好可怕 这个罗伯特 玩偶 好 他是19世纪 德国人做的 他是个面无表情的 一个水手 是 101公分 看到没有 他现在 在佛罗里达的 一个博物馆 好 各位 他是有 邪恶灵魂在里面 这个话不能乱讲 看起来很无害 你问博物馆 博物馆有讲 他前 最后一个物主 躺到床上睡觉 眼睛一睁开 他走到床尾 拿个刀子 真的 吓死了 一百多公分 一百零公分 他就赶快把这个 1994年 就把它捐给博物馆 是 好 捐给博物馆 你知道 各位 你如果去看这个 你可以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后面的 后面的墙壁 看看后面墙壁 写什么 都是信 哪来 哪来那么多的信 几百封信 贴在上面 信 好 这个信里面都写什么 就是你在那边 看罗伯特玩偶兽 你说 好丑一个 怎么这么难看 或者是 大家都说他是 有魔力写的 跟他一开始根本没什么 我讲你我怎么了吗 我告诉你 你讲完回去 出车祸 离婚 破产 什么坏事都发生 厄运如影随形 但是 你只要写封信来 向他道歉 我说错话了 我对不起你 然后把他贴在他生活板子上 你的厄运 就会改善 7点58分的这起强证 希望大家都平安 当时您在哪里呢 很多人近乎太可怕了 25年来 比921还恐怖的剧烈摇晃 这个什么画面 这个就是镇央所在的花莲 这里是最惨烈的地方 就在花莲 我看等一下 一个一个 让我们来看进去 至少录影的此刻 已经夺走了 八条宝贵人命 更恐怖 我们在双北 感受到那个五级的摇晃 高楼层 真的已经是 人生跑马灯了 居长哥 还有暴行的观众朋友 今天早上7点58分 全台有感地震 它的规模是7点2 台北比921的这个震度 都还要更大 是五级的强震 921的时候 台北市才四级 当时就已经天摇地震 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先来看 造成的印象到哪一些呢 新北市的中和这一段的捷运 这个跟大家上班相关 7点58分 这两个捷运里面 突然在摇的时候 捷运车厢里面都吓到了 不只是立刻停止 俊阳哥你要看 从下面往上看 这个捷运直接已经位移了 是 新北市政府说这没办法 它不可能短期修复 所以现在除了 这个捷运停止之外 改用接驳公车 在这条路的下面 各方已经先把它围起了封锁线 不要有行人机车或汽车经过 否则很危险 这是在板兴站跟中央站之间 另外你要知道 一样是中和 中和的整个大仓库 因为地震的关系 看得出来这个仓库的 这个年份有点久远了 它可能钢筋水泥也撑不住了 过来都打了 对不对 再看永和 中和往北走到了永和 永和上班时间 观众朋友 台湾有多少人是骑摩托车上班 你看这阿姨有没有 它是在路中间停下来了 咬起来 来 我们再看一次 你看中间那一根 那一根电线杆 还是什么 一个铁杆 可能是拿来挂鼓去用的 坏得这样 没人家叮咚 在这个精华酒店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到这个早上去晨泳 他在游泳 整个精华酒店的楼顶的泳池 现在已经关闭了 观众朋友 因为怕说会有余震 我们知道 在规模7.2的地震之后 可能会有余震 他的朋友 正好没有在泳池里面 把他拍下来 你看多么的惊险 他的晃动程度 超过你的想象 新店的安泰路 有7栋房屋 整个下线 观众朋友 大家注意看 你平时在这边走 你根本不知道 它会塌下去以后 下面地基完全都透风了 你在想看 你看看那个门在哪里 右手边是房子 对不对 都有门 对 那个门走出来 本来应该是路 现在完全没有了 不见了 对 它完全 你看像这些门 它旁边出来 完全都没有 基隆的东信路 有一个顶楼 它的直接水塔 整个 因为地震摇晃的关系 所以它倒了破了以后 整个水从天降 整个水都摇下去 有没有看到 直接倒下来 那这个妈妈 可能带来小朋友 赶快往后退 怎么会水都倒下来 一路该看 看到了龟山岛 因为早上大家在讲说 龟山岛的那个龟首 好像因为地震的关系 有没有 大家看到其实新闻 那观众朋友 震落了 对 要跟大家讲 公共署已经有澄清了 一个龟首 其实是这整块 这整块龟首 其实还蛮大的 确实前面这一块 是有落石 所以掉到海里面的时候 有这个整个阳城起来 到了花莲就不一样了 花莲的重德山 也就是清水淡亚 这一整块 到目前为止 好多地方都有 整个鹿塌 还有落石 特别是落石 俊阳哥好几个影片 看得不少 在开车 谁知道 开到一半以后 突然天摇地动 还来不及反应 大落石下来 就直接扎中车子 里面就造成了伤亡 所以你要知道 把那个画面 整个放开来看 从花莲往北看 清水淡亚一整个长串 好几公里都在承阳 所以代表说 整片的山都往下走了 那你看在这个 苏花公路的部分 这个清水桥坍塌 这个20米长的清水桥 刚刚讲的那个新店 这里你看 这个隧道一出来以后 这台车 好感觉它又停在这里 继续往前开 这边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它的地震在花莲 正央在花莲 所以花莲受到影响 比台北还要大得多 你在台北已经说 我们家的CD共产都倒了 对不起 花莲是路直接都塌了 而且路子掉下来 就砸中车子了 在花莲的北宾街 有个早餐店的这栋房子 一开始 全台湾最早看到的 就是这栋 直接在地震以后 整个房子的这个 可以说是它梁柱撑不住了以后 直接往前倾斜 整个塌下来 你看它就跌倒了以后 压下来了 所以一楼店面 直接不见 跌倒都打了 你看就在画面左手边 另外花莲大地震 还有一个天王新大楼 观众朋友 现在大家还关心 天王新大楼它倒了一半 来 导播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天王新大楼倒下来 也是一样 一边倾斜以后 这栋建筑物还在 你看这个坐在车上的人 快走 因为太没办法 我先走了 赶快离开车子 大家都害怕 而且晃动的程度 真的是很严重 就跟主要一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会害怕 那现在这个天王新大楼 它倾斜的部分 已经接近另外一栋饭店 连国外的媒体 CNN 日本NJN 都报道了这个新闻 云役的湖位有藏场 烟囱也是老旧 在晃动之后 直接拦腰就折断了 你要知道这么多的灾情 到处的传出 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影响了整个台湾的情形 而花莲就是目前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以往都会说 虽然这个举例我也不是太喜欢 但是我们都会比例说 它到底有多严重 921的时候是几颗原子弹 这次就是多少 921是规模7.3 这次7.2所以差了一点点 但921它的地面是深8公里 这次是15公里 更深 所以影响没有921 那么的长那么的大 还差一点 那这一次的威力大概呢 就是46颗的原子弹 也就是1999年 921大地震之后 最严重的 最大的一次的地震 那现在目前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花莲 因为专家会直接跟你讲 我们住在花莲 看到这个风景 非常的漂亮 但是花莲 基本上它是在 琉球以末代的这个镇上方 有没有 它下面有一个琉球以末代 这个地方就这样下去了 所以其实呢 在1920年代的时候 观众朋友 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也就是100年前 曾经出现了规模8.0的强震 今天是多少 是7.2 是 所以在100年前 曾经出现8.0的强震 所以按照它那个频率跟规模 叫正常的能量释放 每100年就有一个大震 那希望 对 对啊 2024 对 对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历史拉开来看的话 地球它就是在这个正常的板块 会位移 会有能量的释放的时候 周期 100年到了以后 现在有一个大地震 那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基本上规模7.2地震之后 后续我先提醒大家 一定会有很多余症 光是今天就有很多的余症 那余症会来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 今天这起强震 震得大家七婚八素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当中 我为大家邀请到是 中央大学地科系的教授 严洪源 严教授来到现场 老师 几个问题我们迫不及待 请你来帮我们解惑 第一 今天7.2的这个强震 真的好可怕 它怎么造成的 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红色的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震源的位置 很明显的 它就写在菲律宾海板块 所以很显然 它是一个菲律宾海板块 向北引墨到欧亚大陆板块 所发生的一个地震 所以是板块 互凯 造成今天地震 可是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其实我们就对照 日本的三一 三一地震 就是引墨 所造成的所谓的海沟型地震 或者引墨板块的地震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 所谓的海啸 加上它震源也比较浅 规模也比较大 所以它海啸很大 是 我们今天也看到海啸 对 今天是够浅 15点多 还不到16公里 是浅层的 然后立刻针对琉球 菲律宾 台湾 都同步也发布了 要注意海啸情报 后来没有治灾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最典型的 在所谓的引墨带的地震 是最担心就是造成海啸 是 张家也提醒我们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要注意余震 可是我们第二个要问的是 为什么今天7点58分 明明这样在花莲 可是台北居然测到了五级 感受到了五级的震度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它今天主要的能量 因为看起来 它是一个所谓的往上冲的 所以能量应该是往这边 主要的能量 是从海床往陆地 是 顶上来的 对 在破碎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比较大的能量 是往这个方向 是 所以过去大家说像 为什么这次中和 还有土层的防止 一些倾斜什么等等 再加上有人讲说 桃园不是最安全 为什么这次晃得这么厉害 我想最主要还是 这个所谓的 主要地震的能量 它的方向 它的辐射方向 桃园 它是土壤液化浅室里面 相对稳固的所在 特别是 我们常常去看它下面的 都是石头的铺盘 对 鸞卵石没有错 结果老师你刚提到了 一个过程就是 因为它是往陆地推 刚好那个角度 就是往你的西北角推过去 那再来 大家要问的就是 今天一直都有专家 一直都有快报提醒大家 我们开始放四天的 清明连续假期 可是这几天分分秒秒 你都要提醒 可能会有规模六 规模七的余震 会有这么可怕的余震 为什么呢 一样我们从这张图 像今天早上 主震发生之后 第一个余震就发生在这里 就是在板块的南边 也就是说本来花莲这个地区 我们从这张图 可以很清楚看到 花莲这边 一个点就代表一个地震 所以花莲陆陆续续 就是这边有一群地震 这个板块有地震 这边都有地震 所以在整个 因为所谓的影墨板块 再加上往中央上面挤压 其实整个花莲市 就是比较破碎 那么在破碎的情况 你只要能一个像规模7.2的一个 这么大的地震 它一摇会把可能原来要破裂的 岩石或者是岩城 它加速它破裂 所以余震会不断地发生 今天的这一场强震 我们开始去找原因 包括专家都要来把卖 提出了一个名字叫做 琉球影墨带 这是什么东西 它对于台湾的陆地上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是 好 我想就用这张图来说明的话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王北影墨的这一个 叫做琉球的导弧系统 那南边当然另外有一个 旅送导弧系统 这个不同颗色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 就是花莲 花莲这一带地震密麻麻的 有深有浅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比较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所谓的影墨型的一个地震 因此我们在今天所看到 虽然这个海沟到台湾 这里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现在很确实的可以看到 这个板块是在这边移动 一移动它就会影墨下去 所以会造成不管 刚刚讲的影墨带地震 或者甚至它把地表挤到裂开来 我们大家所提到的台北是一个盆地 那盆地的效应只要一产生 我们感觉摇晃就很厉害 我想今天大家在北部或者新北的这些民众们 他会感觉到摇晃很厉害 就是所谓的盆地效应 那盆地效应就是当震波送到这个台北盆地东边的时候 因为速度变慢 可是后面的震波又来 所以有加成的效果 因此台北都会感觉到比较摇晃 今天晚上开始四天年假 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哇 今天就有点惊魂未定 是 不过是这样子了 就是以这个花莲地区的这种地震特性 西匠局事实上也说明了 但是我想我的看法跟西匠局很像 像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地震 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还会有规模6.5的余震 还会有啊 会有 可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震的机制来看 应该两个礼拜之后 它就衰减得很快 地震序列就结束了 这些强症除了救命救灾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担心的是 护国神山产业安好吗 最怕断电 最怕一点点的摇晃 通通产线要报废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晃度 台积电内部晃成这样 他们的厂房呢 甚至科学园区有多少的员工 今天一晃 你看这个画面 情况这么严重 今天我们就问 宇轩带我们来关注 到底一年喊出要10座的台积电厂 大家都要来旁边设厂 大家都要护国神山产业 但是我们脚底下踩的是多少破碎的地层 有多少的地震带呢 是居然跟过去大家讲 地牛翻身在形容地震 但这件事情这一头牛 刚好可以形容两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股市也最喜欢讲 叫做牛市 如今这个牛市今天真的抖动 真的稍微翻身 让所有不管是中华民国 所有的国民 台湾的居民 又或是股市的股民 大家都为之震惊 为什么 来各位 今天花年的地震 大家早上通通都很有感觉 但台股开盘一样 各位这次叫做跳空 他是跳空下跌直接开盘就跌了100点 代表对于这个地震感到很恐慌 投资人缩手 而且台积电这个全职股 非常重的台积电 也跌了高达10块钱 而且通通都是用跳空的方式 你会问不对啊 雨萱 那地震跟台积电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当然有台积电需要设厂 设厂需要扩厂增加它的产能 但是别忘了 台湾整个岛屿都笼罩在地震带上面 来我们先讲过去的案例给你听 以前2016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个6.6 这一次是7.2瑞士规模 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台积电的南科厂 当时就受到影响 停工了7天 而且10万片的晶片受影响 而你说10万片晶圆很严重吗 不止 包括周边的厂房 当时预估光是这个地震 就造成了150亿台币的损失 所以就像跟你说地震跟晶圆的产能 会不会有影响 跟它的股价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有高度的关联性嘛 而且这会影响到国外投资 能对于台积电的稳定定 跟台积电的信心 所以你看第一时间 竹科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就是发生了这个强症之后 来各位 这整排的不是排演唱会门票 也不是在排早餐 他们在做什么 全部都在往外跑 这是在疏散 等于是台积电早就已经针对相对应的 发生的状况跟突发的事件 做好准备 所以各位你看到 全部人大家都乖乖站到外面等 想说只能等这个地震赶紧结束 确保厂房没问题 而包括利器电 包括台积电 都已经预防性的停机 换言之今天早上产能 今天的白天 确实已经受到影响 而就任Bloomber都 蓬勃都说 这个东西很严重 甚至他们是用什么 持续更新 不断的在关心说台湾的状况 台湾的地震 台湾的灾行 台湾的影响 就是怕会不会对于他们投资 甚至在财经上确实有所冲击 好那如果我们拉高 这个所谓的 整个护国深山产业 不要只聚焦台积电的某一间厂房 大家都要发展半导体业 半导体业又怕地震 地震就看你踩在什么样破碎的地层上 这张图提供了我们什么线索 是俊阳哥我们虽然讲 台湾的地震 包括它的断层带 包括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非常的密布 它的地层确实非常脆弱 但我必须先给各位观众朋友一个前提 不是代表我们台湾的晶圆场岌岌可危 因为我们的抗震设计 事实上都已经把这些试算到 包括设置的时候都已经想象到 而且是以超过大概两倍左右的强度 来做因应 所以你很少很少会看到 到底晶圆场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 你看到这个你还是心里会怕 为什么 来我们有新竹竹科园区 有中科园区 有南科园区 但我随便列举几个就好了 大甲断层 彰化断层 车隆浦断层 还有这个九穹坑断层 各位为什么要念这么多 因为我们讲的所有的科学园区 几乎都会重叠到 一到两个左右的断层带上面 而且来这个数字 台湾65% 来各位再讲一次 65%的晶圆代工产能 通通都在高风险的地震断层带上 所以现在外国媒体也好 外资也好 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生产的命卖 包括你说两金元 两奈米的 对不对 很精密的 只有在台湾才有的前端科技 会不会因为受到这些断层带的影响 而影响到它的产能 甚至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产业链 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图 我有一个特别有感的就叫 车隆浦断层 那个就是当年921撕裂全台湾 心肺的那一条断层 你不要忘记了 台积电跟台湾没有关系 当然也有关系啊 对没有错 各位观众朋友 我刚刚特别提到两奈米 为什么 因为两奈米附近 就是在最近是不是大家 吵得风风火火的说 宝山的新厂 而它这个现场的附近 就是新城断层 而这个新城断层呢 它的名字呢 跟它的玄机都有一个味道 它叫新城 但与此同时 它也真的是新生的断层 为什么 因为它是第一类的活动断层 断层呢 总共分为三类 各位朋友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反正你想 数字越小 代表它的越年轻 代表它的活跃度越高 而且跟造成921地震的 车隆浦断层 完全是同一类的活动 所以专家就很多人在担心说 不对啊 环平的时候 确实我没有提及到这个问题 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地震 所以他们因此 确实有把厂房 根据那个断层 相关的地理位置做退缩 而且把它的相关的设备 都做两倍以上强度的强化 但是大家还是在担心说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地震 有些有毒化学物质 如果因此外泄的话 该如何是好 而且不只是如此 大家还记不记得台积电也说 我们要在嘉义 设置全新的封装厂 而这个封装厂 房价确实也因此而上扬 但是别忘了 在嘉义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刚刚为各位介绍的这些系列 它也是断层非常活跃 带有隐忧的一个地方 好 说到了居住 居住跟地震 导播我们来看看 这个新北非常恐怖的摇晃 我花那么多钱 买了这一户的豪宅 结果一场强震 居然上演了这个镜头 来 宇轩告诉我们 这个现场发生什么事了 对 各位你看到 你以为说这是什么LED看板吗 还是说它的帷幕吗 都不是 是因为这个是豪宅 豪宅的顶楼就一定要配备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游泳池 就这样一个 当它地震大幅度的摇晃的时候 等于是它上方游泳池瞬间变成瀑布 全部沿着它的外墙帷幕 直接往下滑落 所以大家讲 哇 这真的是奇景 但讲白了 说奇景 但是也很惊吓 为什么 因为全台呢 现在根据专家统计 这个相关的地震研究中心 44条断层之内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50年以内 规模6.7以上的地震发生率 破9成2 9成 对 而且它说规模 如果超过7以上的 恐怕也有一过半的几率 换言之 未来还会不会有大地震持续发生 如今今天就已经演练一次给你看 而在台北市这个地方 因为它又是盆地 又会有强化效应 加上它的土质有异化的现象 导致恐怕如果发生强震 就连台北也难以幸免 好 委员 今天这么一强震 我刚说了 旧灾旧苦旧难 第一优先 第二个我想到的是我们的 护国神山产业 你怎么看 我们的护国神山产业 比较高级的厂房 它事实上在盖的时候 都有考虑到断层 有考虑到地质 也有考虑到地震等等的问题 那这些抗震防震的系数也都比一般的住宅要高很多 所以如果不是那种电影中所看到那种毁灭性的地震的话 大概我们的这些撑到7.5级以上都不太有问题 大家要放心 那即使到那种状况里面有些仪器 因为工厂就会停工 有些仪器会有产生的一些不太优化的情形 他们术语上就是说 因为机器一步接一步 所以中间的生产线上可能哪些地方会有一些错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重新调教 重新再来 而当然最难的就是 在光刻机前后的属刻设备 那些比较容易受损的 那其他的比如说在下游的封装 或者测试问题就不大 所以大家要对这个要放心 大概是早期的晶圆厂我不敢讲 因为刚开始有几家晶圆厂做了那个所谓的奈米数 动不动128以上的250自己的奈米的 那个东西问题可能会有 但是后来盖的晶圆厂 要给所有全世界人知道说 台湾在做画面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工厂面出了问题 所以昨天今天早上 或者现在还有可能还有所谓的余震 对于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地震之后重新检查 也要花一些力气 花一些成本 那有些设备可能是只要停工一天到两天 不至于到什么一个礼拜那种阶段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可以放心的 当然国外有人第一个想象说 那我的订单会不会来不及供应 这情形很少啦 即使说这个比较高级的 比较那个奈米数比较少的 也都是在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里面 大家放心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住宅 它就几乎是用那种 横山指挥手那种概念在盖这个工厂 那其他的办公大楼就没有了 你不要以为科学园区没动的时候 我讲的只有精源制造设备 是用这个标准在盖 其他什么研发中心 一些什么办公大 一些园区的办公大楼 员工宿舍 等级没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那个等级这么高 成本是吓死人了 那刚好我们的精源厂很赚钱 我们的精源设备又很贵 所以花这个钱来做这种 等级的抗震防震 那如果有人跟你宣传说 他建商盖的房子 等同精源厂的标准 你不要相信 因为付不及那么高的代价 观众朋友 今天强震真的是吓坏大家 上班尖峰时间 你就来看到 在高楼密集 人口密集居住的这个双北 多少今天惊险的画面 都是上班族等红灯拍下来的 你看这栋楼 这怎么回事 豪宅的顶楼 水跟水帘洞一样建下来 这怎么回事 游泳池在顶楼 这个是讲究豪宅等级的 居然地震以后吓死人了 这个在哪里 这个是在台北捷运的 这个台北市府站 台北市府站一出来 他这个对面那栋楼 一晃下去不得了 你很怕他一片片墙壁 就会剥落 好了 这下就让大家开始担心起 这么密集的双北 下一次强震来 我们挨不挨得住 还有更多我们该注意 可能没有人告诉我们的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建筑安全履历协会理事长 戴云发代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来到这个地方 理事长第一道题 先来告诉我们 今天你特别为大家 准备了这一个模型 这非常重要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套模型可以解释 今天7.2的强震 如何对于脆微的这些老旧建筑 设计不够坚固的老旧建筑 带来结构性的拉扯跟破坏 它怎么产生效果 结构系统我们如果挑房子 很多人都会在问 怎样的房子才是比较好的 那我常常在媒体上呼吁说 假设结构系统是属于大L 这种大T或大U的 这种结构地震来会扭转 所以相对对安全上会比较不好 所以我今天都特别带了一个震动台 模拟地震的发生 好 这是有一个实验组 一个对照组 这边我先介绍一下 这边是结构完整的一个基地 对称的 这个是L型的 对 这是有点 这一个我先讲 这个是有点比较对称型的 所以当地震来摇晃的时候 它会这样平均受力 所以这里1 2 3 4 5 五根柱子会平均受力 所以它一起稳定的摇晃 它是稳定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是有一个L型 那L型地震来摇晃的时候 它这里比较软 这里有三根柱子比较硬 密 对 比较密 所以它相对会容易这样扭转 好 现在我来担任地震那双身 一边摇你一边跟我们解释 好 来 地震发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摇大一点 摇大一点 你看这一根就开始在甩尾了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一根已经在甩了 一直甩 一直甩 那当然受力会集中在这种 转角的地方 或者后面转角的地方 那它有可能它就会受不了 它就会断掉 只要有一根柱硬力集中断掉之后 大楼就会硬生倒塌 那可是相对这一个 你看它是整个五根柱子 是平均受力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在挑选建筑的时候 尽可能挑选结构系统比较好的 那假如真的有些建筑业者 结构系统真的没办法 因为基地的关系 形状会比较不好 那它就要特别针对软弱层的加强 或者是转角的加强的设计 跟施工跟工法都要做处理 那现在我们建筑安全领率在推动 就是说我们把钢筋的部分 做成像回纹针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根没有中断的 所以任何地震来会落水 地震来容易失败的或轰角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变成一种回纹针的形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理事长 经过了今天的强证过后 大家慢慢心神安定下来 会怕自己在家 待会安心吗 怎么检查 我们会建议说大楼的安全是命运共同体 那尤其大楼导弹都是轰角嘛 所以你除了看你家那一户的墙壁 柱梁有没有问题之外 最重要的是看你家的轰角有没有问题 轰角的 对 一楼看得到的大柱大梁 看看它有没有 或者是简利墙 有没有45度的裂缝 假如有的话 其实你就要找专业的技师来做评定 你手上有一些照片怎么看 对 像这个就是属于柱子 大柱假如有这种四处路裂缝 其实它就很危险 那或者是说以一个大梁来讲 比如像它有这种四处路裂缝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那墙壁的部分这种就是比较常见 可能说隔肩墙 隔屋墙有一些窗角裂 这个是 这鞭头鞭头鞭的 比较没关系 比较没安全疑虑 这个都是45度角 像这种45度角很多的 这个就表示已经有受损了 那该怎么办 如果家里发现了这个 其实像这种的或这种的都很严重 这种其实基本上它里面的墙壁的一个结构性有破坏 那我要怎么补墙 那假如细微裂缝我们可以用美观补土就好了 那假如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会建议说 可能要找专业的补墙的单位 它会用专业的灌注的方式去补助 对 假如它还没有 假如是钻墙已经裂到穿透 而且松动 那就真的可能就比较没救 要整个重做 那假如是这样子 它有些有点裂 也裂到有点缝 它其实还是有方法去把它补墙回来 我们会建议大家说 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做一些修补 那这一次地震过之后 你把它补回来安全 下次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才可以有一起来抗震的第二道防线 在25年来最剧烈的摇晃 刚刚听伟翰讲 921的时候在台北跑新闻 都没有今天这么摇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立法院就直接变成了灾区 韩国医院长第一时间干嘛 找济师直接来检查 有没有哪里出了问题 赶快要补墙 我就问 立法诸公们 你们掌管全国的总议算 自己住围楼啊 好 君教官好 包启宏观众朋友 今天韩国医院长速度真的是够快的 刚刚画面请老婆再放一次 今天才刚地震 早上才要开会 7点多以后 9点大家开会 有一些委员会 因为还在余政 直接就修会 但是韩院长呢 他把技师找来了 观众朋友 这个在中心大楼的7楼 好 王宏卫的办公室讲说 我门口出来怎么整块 砖块全部掉下来了 会不会影响整个中心大楼的结构啊 如果有影响的话 观众朋友 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 我们所有政治的headquarter 我们政经中心在这边啊 如果出问题怎么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来看立法院的状况 韩院长已经请技师 全部看过了一遍 但观众朋友 我要跟大家讲 中心大楼他掉了这个7楼的瓷砖 这个把它补上就好了 只要它的整个结构没有受影响 但中心大楼是新盖的大楼啊 韩国瑜院长的办公室 是在立法院大门口进来上面的二楼 你知道 这个是中心大楼 有没有 整块掉下来 刚刚还有个画面 是旧的院区 也就是 整个立法院 大家有没有发现 长得很像一个学校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这里 这个是立法院的其他的部分 立法院长室外面 有没有 这个 俊昌哥你知道这个有多久历史吗 这个有多久 报信文告诉你 90年 因为这个立法院是当时日本时代的时候 台北州的第二女宗 当时有四个女宗 一女宗 二女宗 三女宗 四女宗 三女宗就是现在的中山女高 台湾人念的 一女宗 二女宗 是日本人念的 好的成绩去念 北一女 在现在那个位置 然后第二名就来念 现在立法院 可是后来日本人回去以后 一二四 因为学生不多 日本人都回去了 就集成一个学校 就在北一女 那中山女宗 就是现在目前 以前的三女宗 那这是二女宗 二女宗 从1927年到现在 那我算一下 90年 90年了 已经快100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么旧的一个 就是立法院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用 观众朋友 大家就要讨论说 那立法院是不是要牵纸 再盖一个新的立法院呢 韩国医院长动作很快 那周安来 秘书长有说 有跟韩国医院长报告了 记得吗 之前一个立法院院长是游锡昆 他就做全台评选 做选很多地方 但目前知道 并没有告诉你位置 就是韩院长 可能属意就在台北 那很快的 因为这四年的任期会到 2028年 韩国医会遇到 这个立法院使用 刚好100年 1927年 因为地震的关系 到处有灯掉下来什么 手信没有什么委员受伤 罗志强早上来开会的时候 他差点被砖块砸到 所以非常危险 韩院长也PO了个脸书 问大家地震都平安吗 要为台湾祈福 90年的老教室 院长跟113位委员 在这个地方 今天有人就不平责命了 唐凤呢 住这个闪亮亮的新大楼 可以这样吗 所以嘛 齐凯哥就叮下去了嘛 什么叫实验组对照组 你如果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嘛 今天立法院院区这么久 韩院长还到处去看 那你今天就有一个部会 我常常讲 俊阳哥当兵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 不打琴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 哪一个部会跑去 租在星光大楼 星光大楼在我们地坛旁边 那个是地后 有钱 你去那些租金 那些钱 有人讲说 没有急 是几千万 都贵 因为其他部会都没有 所以今天 立法院的这么多的立委 包含立法院长 就这种快要100年的房舍 以前是学校 这学校拿来当立法院 也大家臭额臭额嘛 为什么 因为其实 早在二三十年前 就有讲过立委员千千计划 就在下面的华山大草原 因为要200多亿 太多钱 就不花了 你今天述发布 已经是民怨之首啊 大家对于述发布的浪费 打炸不利 已经非常的美颂了 你还花那么多钱去租去装潢 难怪会被立委拿出来 你就是花钱花最多的部会 雨萱 这个时候唐凤表示 强政干我什么事啊 干嘛喊我啊 那我直接讲白了嘛 为什么跟唐凤有关 因为今天这个 灾防细胞简讯的系统 大家第一时间联想到 不就是你书发布 相关的业务吗 这个我很有意见 我跟你讲 我跟我女儿躲在餐桌上 早上8点 躲在那边 她走到死 她的手机猛叫 我的都没有叫 为什么 对嘛 因为你这件事情 苛责气象署 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嘛 第一个原本气象署 叫气象局嘛 她只提供资料嘛 在第二个 即便她升格之后 你现在去问气象署 你知道她的说法 说什么吗 她说因为各个县市呢 我们原本预估的阵度规模 跟我们想象当中有落差嘛 市集以上 我们才需要公告嘛 结果没有想到 最后大家的阵度 确实都达到市集 各位阵度跟瑞士规模不一样 阵度是指人的体感 包括它可能造成的危害 比如说七级阵度 就代表是你连走都没办法走 现场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在讲的是阵度 但是这个说法说得通吗 说不通啊 如果按照气象所说法 那应该全部人都要收到 不然就是 全部人都不要收到 结果我今天录影的时候 我才跟另外一个 吴子佳董事长我们在聊 他说他跟他太太都收到了 我说我没有 我是摇到一半 被吓了半死之后 我才看到的 那你说有没有影响 当然会有啊 因为他的影响是多久 黄金十秒 他其实大概提早 十秒到十五秒 也不会太久 但这十秒到十五秒 可能就是可以让人家 跑出来 的一个黄金时期 跟所谓的救命的时间嘛 对不对 那我们讲 这个叫防患于未然 那你好 事后之后 这个叫做善后 叫做亡羊补牢 所以我们看到立法院长 韩国伟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亡羊补牢 对不对 他去看看巡视 比如说立法院 是不是有两台电梯 需要赶快的 把他紧急的维修 或者是他的砖墙剥落 砖墙剥落背后 是不是有代表 结构性的问题 或者是零星上的个案 他去做一个统一的盘点嘛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 包括交通部 现在在做什么 跑去跟你讲说 这相关的苏花东路 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把他疏通 能够让他通运 包括赖清德做的什么 跑去花莲 即便他现在是副总统 各位 我再给我一个观念 他是准总统 他没有工作的 就是你今天速发布 变成是跟谁为伍了 你跟柯文哲为伍了嘛 柯文哲发生事情之后 他就做什么 躲在桌子底下 拍影片 拍短影音 都不关我的事情 好歹他也是个前台北市市长 好歹他也是第三党 大党的党主席 就完全都不关他的事情 你速发布今天双手一摊 也不关我的事情 然后因为你住在一个 最清华的地段 对不对 然后呢 完全绝对不会受到 地震灾害的影响 那我就问各位 现在有一个状况 全台湾的灾害人数 不管你是不幸罹难的 不管你是受伤的 请问一下这个数字 是不是滚动式的在调整 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包括现在整个结构 请问一下 这些科技跟数据的东西 速发布能不能派上用场 当然 代表你怎么可能置身于事外呢 对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派上什么用场 不是我们来讲 是你自己要offer给大家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AI 全面的数位化 或许你的科技跟你的协助 可以不只帮助救灾 更加迅速浪费过去的时间 还有机会就到人命 所以现在单单的双手一摊 我坦白讲 那我很讲 唐凤也好 速发布也好 可以好包包换换包包起来 委员今天晃成这样 结果就我们这四个在现场 有人有收到细胞简讯 有人就没有收到细胞简讯 关键黄金逃生就那几秒钟 可是我们得到政府跟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考量规模考量阵度 只有6.8 所以不发简讯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地震的警报不是预测 它是反应 就确定发生地震以后 你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反应的时间点的判断 就很重要 第一个 像我们的所有的捷运系统 包括今天桃园机场捷运 它自己有地震侦测系统 它第一个时间侦测到了 没有根本不管你中央 气象局什么讲 它马上就停止了 为什么 机场捷运做得到的 你发个警报系统有这么困难吗 而且你发个警报系统 还发的2266 搞不好是黄伟瀚也收到 对不对 张雨萱也收到 偏偏我们两个都没收到 雨萱没收到我也没收到 那你是什么 我们四个都没收到 你们都没有投给民进党 所以就收不到是不是 我这不好啊 就王定宇收到了 还有这个什么洪池庸收到了 那为什么 温国好几个国民党委员 他们都没收到 难道连这发简讯 都还有辨别颜色是不是 太瞎了啦 太瞎了吧 我问过大部分人都没收到 可是王定宇第一个时间 就说他收到了 他人在台南 台南是震度最低的 你这个没办法解释嘛 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 有时候 这种发动地震的警报 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也许需要10秒20秒的逃生的时间 其实真正重要是谁 在马路上运送货柜车 在马路上的连结车 因为他很容易失控 然后这种大型的货运的司机 提早预警太重要了 因为什么 你要知道人在开车的时候 地震的第一个时间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他必须要靠警报系统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靠灯在摇 我们会知道有地震 请问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那个落差 它在晃耶 对 你那个落差时间就很少 而且根据现代都市里面地震的灾害 所有的研究报告就是一个 在交通运动状况里面 产生的人命损失是最高的 就挤入今天花莲不是有个货柜车吗 车头不是被石头砸掉了吗 就差6秒 什么意思 他根本不知道地震 往前开 往前开了以后 前面刚好是落石悬崖 下来刚好砸中 而且不是地震发生 落石就下来 落石一定是在地震发生以后 十几秒才会掉下来 如果你今天的司机 车上得到了像上一次的七通 飞弹紧急警报 请问你 这个货车司机今天被打死了 你有没有发简讯到他手机里面去 而且发地震警报 政府不花一毛钱 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为什么不花 那你说怎么不花钱 因为我们发牌照给这些 手机通讯公司的时候 都有讲过 政府要紧急通讯的时候 你们不能收钱 所以他们的营业的 所有都已经把这个考虑 列为准备金里面 从各位每一个位 交的这个手机费用里面 就已经弹掉了 那你还不发 对 这问题就弃在这里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四天的清明连续假期 全面展开 打算去哪里走走吗 我们今天晚上要告诉大家 以后整个饭店 餐旅的旅宿的商机大爆发 你就来看到龙头扛把子精华 2023一年赚回一个古本 有多猛 当时疫情期间失去的 这一次要手刀赚回来 后面有追兵啊 王品创办人第二代 危机入市 居然短短两年 狂扫了36间的 个型的饭店 全面更新 要来卷起袖子 大抢钱 这座金银岛 谁能笑到最后呢 我们先把画面拉到台湾的最北端 基隆这个地方 基隆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它很重要一个地方叫做基隆港 你知道他们这几年不断的 在整这个所谓的基隆港里面的 一些所谓的营区啊 或者一些所谓的公有的土地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事实上它原来有一个叫做 威海营区的这样一个部分呢 在这几年呢 陆陆续续都开始把单位都牵走 现在将近1.42公顷的这样一个营区啊 目前将规划作为结合饭店的 这种复合式的这个商场 而且呢基隆市长谢国梁啊 在这两天的时候 也找了这个大家相关来开会 目前共事啊 就是希望把这些地方整理起来之后 让它变成一个观光购物的一个廊带啊 那我们就提到 其实在疫情解封完了之后啊 整个观光旅游业 整个大复苏你知道 光来看我们这个所谓的 观光旅馆业的营运情况 你知道金华在去年营收暴增10亿 达到31.8亿耶 那是被认为说啊 在全台里面 所谓观光旅馆业里面 扛把子啊 重点是 它的EPS啊 居然是11.1亿元 赚回了一个股本耶 包含到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餐饮啊 这个饭店类 像军越啊 军越营收成长将近11.2亿啊 连韩社的EPS啊 也是将近是4.52元 也创下2016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 台湾的这个旅游观光业 说实话 有时候大家觉得说五星级啊 那些星级的饭店旅馆啊 越来越贵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也统计说虽然贵 但是呢居然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去入住啊 我们就把镜头再拉到 所谓的中台湾啊 像在南投这个地方 很多人讲日月潭 中部纪屋啊 所谓的好的这个星级的饭店 很多都聚集在那 而且还有更多是什么 准备再进去的 那以这个台湾平均房价 最高的韩币楼来说啊 它的住房率啊 在统计里面啊 有发现到说 它是从90%微幅下降到81% 那这个呢 其实对它的观光饭店业者来讲 他们当然觉得说 这个直接营运状况上面来讲 他们需要上属 上属可以接受 但是他也必须要注意 但是问题是 你去讲说 它的营收下降表示往下跌 没有 我告诉你 因为接下来星级旅馆 看准这里的 还有啊 像那个莉莉温德姆的温泉酒店啊 预计在六月份的时候 也要正式开幕 通通都往这个日月潭堆过来 全部往这边走啊 所以很多人以前就觉得说 哇日月潭都是什么路客啊 或什么去那里 结果呢 现在路客不来 你哪里还有办法走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像这个饭店业 他们就觉得说 不对哦 商机不会只有在那一段而已 所以你看像日月行馆啊 现在日汉来啊 也把它给这个买下 那买下来之后就讲说 他们要开始重新整件 而且讲说我每一间房间啊 都要能够看到日月潭的那个景色啊 预计在今年夏天开幕 所以你看台湾的这个饭店业者啊 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包含到什么 力宝 力宝跟洲际集团啊 合作地影镜啊 这个Vocal的这个饭店 而且呢 包含到嘉义福隆的Vocal酒店啊 在4月1号的时候进行市营运 很多人就觉得画面上面说 市营运就是找一些亲朋好友啊 自己人啊 来住住看这样叫做市营运 他说没有哦 我周末订房啊 已经超过八成 甚至连接下来的这个 所谓的清明廉价 他说我的住房率都已经客满了啊 所以大家就非常很好奇啊 说哎 为什么像这个什么福隆啊 你们今天接二连三的投入到台湾的这个饭店 这个市场里面去 这就要回来看他的这个所谓的母集团 力宝集团你知道 那力宝集团啊 其实有五宝田啊 他当时在看准的就是说 周修二日这个商机啊 那你想说周修二日商机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旅游会分散或干嘛 结果他说没有哦 他觉得说啊 我如果投资饭店业的话 基本上应该能够对台湾的观光产业 是有促进的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在中立就创立了首家的 这个所谓福隆大饭店啊 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 整个观光产业就真的这样聚集起来之后 他现在观光产业的投资 已经超过300亿左右 而且福隆饭店的房间数 我想全台要加起来3000多间 已经成为是国内新旗旅馆里面 量体最大的品牌 好 接下来的发生 就是我们今天觉得 最最最要参透的一个道理 都说因为你国旅 你的房价定太高 大家都骂到爆炸了 可是这么这么这么多人 到处开雨后春水 这些都老面孔 新面孔也杀进来 这才怪谁呢 后面有个父爸爸 这个是王品创办人的儿子 第二代 也捧着一桶一桶金 要杀进来了 所以我们过去传统 看到这种所谓大品牌的饭店 都会觉得后面母集团都非常大 但我们要介绍一个 可能对大家来讲 比较新的品牌 叫做敦迁国际 但是你现在看到说 这个名字好像好陌生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他的这些创办人来讲 他们每个来头都不小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包含到王品创办人 戴盛益的长子戴冬杰 还有中国信托金控董事长 颜文龙的长子 颜志光 以及这个所谓的五品亭 他们共同创立所谓的敦迁国际 那其实以他们这个创立来讲 当然有人是出钱 那有人是提供策划 有些人是我自己旗下 其实就有饭店的这个品牌 他们其实 请看他旗下拥有 中国励志大饭店 高雄华园饭店 台中永丰弹 总共加起来五十三间 我刚刚提到说 你今天利保集团 你的事业体 你有三千多间的房间 是量体最大的 可是我把这些饭店 充用集团 我也有四千间左右的客房 反而成为台湾最大的 旅宿集团 而且他其实用 更不一样的方式 很多人就说 你要把它买下来 我告诉我 没有 他用租赁的方式 两年狂扫 三十六家的这个旅店 所以这也代表的是什么 你知道 虽然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国内的这个观光旅游市场 有些人觉得说 星级饭店什么很贵很贵 但是你在不同的旅客的区分之下 其实还是认为 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讲 贵的饭店有人想去住 可是有些人出去玩 就觉得说 我可能想住一个便宜一点 在网路上就有很多网友 去分享说 我告诉你 我找到好多好便宜的这个饭店 住起来也很开心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也有民众分享说 他住这个比较便宜 这个平价的饭店 他们的这个感受 比如说就有网友讲说 他们去住那个台南火车站 附近这个饭店 一个晚上才900块钱 你知道 900块钱一晚 火车站会驾逃避 好便宜 他就好便宜 他就要进去之后 发现到还有一个更便宜的物超所值 他说浴室居然比房间还来得大 这是什么诡异的格局 很奇怪 他住得很开心 结果后来 然后到网上去分享的时候 还有人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赚到了 因为这个网路上面非常有名 他就讲说 传说中是一个 曾经上过新闻版面的 这样一个饭店 那这个网友就说 还好我住在那里 几乎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可是就有其他的 网友就开始 一个一个把那个楼给盖起来 甚至有这个所谓的 国中体育老师 他就说 我带学生去入住饭店 通常也不会找太贵的 就住一些便宜 觉得干净 卫生就好 结果没有想到 整个晚上 学生不断来敲他房门 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学生讲说 我那个床不是很稳 就一直在摇 可是我也没有动 他也在摇 甚至有人讲说 我感觉窗户背 好像一直有风吹进来 可是去看的时候 那个窗户也都关起来 甚至还有那个网友 说我住台中火车站附近 一个晚上 765块的饭店 更便宜 真的很便宜 而且它是真正饭店 给你一个房间 不是给你最大通步 或者是那种什么 那个礁囊饭店那种 他说没有 结果他说很奇怪 我在那边睡觉的时候 一直听到 有人在拖椅子的声音 可是我看看房间里面 就只有我一个 我的妈呀 你到底住到哪里去 他就说一直在那边拖椅子 甚至有人上厕所 冲马桶你知道 他觉得更奇怪 说我现在人家 到底在这边 谁在那边拖马桶你知道 很多的这个 在网路上面 关于饭店住宿的 这些所谓奇闻去谈 我告诉你 在最近也在网路上 非常的火热 25年来最强烈 最有感的这一起强震 已经造成了 至少8条人命的损失 我们看到 镇压所在的花莲 现在整个莲外的铁公路 因为强震而中断 延误了旧灾 也阻碍了进度 继续加油 希望大家平安 而双北更是晃得七荤八素 脚下的每一条断层 要是任何一个错动 伸懒腰 恐怕所有台湾人 吃不完兜着走 还有余震 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五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我再唱一下 请大家楼上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 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您